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主题是构成 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练习 就是让大家去针对一个对象 然后来透过描绘它草图的方式来掌握它的形态的特征 在前一个作品里面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关于形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各位的观察力 那一方面是我怎么样把观察力能够去捕捉 捕捉到某种你感兴趣的特征 这种能力 好,那第二个单元我们会 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探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方向更多的是从你们每个人的创造力而来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里荧幕上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一个大家应该很直觉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立方体 第一个我们感受到的印象 有些人可能会是黑色 有些人可能第一个感受到的是立方体 有些人可能第一个感受到的是右边有一个东西 等等都有可能 好,可是当我把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让你来看 第一个你感受到的印象会是什么 可能第一个我们最直觉下感受到的会是数量的概念 是两个的概念 很可能是对称的概念 很可能会是一个重复的概念等等 好,可是这个时候这一个正方形的概念 我们可以很厉害地去感受关于大小的问题 可是在这张图的时候突然间大小的概念就诞生了 或者说这一张图我们开始有了色彩的概念 好,这个排列的整齐或者是这个物件的排列的参照的一个概念 它是正的还是它是自由的或是它是一个斜的 怎样叫做正,什么叫做斜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会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出来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克拉克森他这是一个设计师他做的一个练习 他在探讨的是究竟我们在一个物件上 可以获得多少种关于比如说形状啊 关于颜色啊大小种种的属性 关于一个物件的属性到底可以有多少种 他在探讨这样的一件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属性 比如说颜色 你看到这个颜色的属性它是透过某种对比而产生的 包括大小也是 那所以他进一步来探讨说 好,那假如说我今天是数个物件在一起的时候 它当然会产生某种概念 好,然后所以开始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它产生的概念是什么概念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它为什么 它透过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手法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上面这一排 左上角这四个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颜色 好,这很大家可以理解 第二个看到的概念是大小 或者是尺寸 第三个看到的是有不同的形状 好,第四个有不同的排列的这个参照 好,这个是正的,这个是斜的 好,这一种产生颜色大小形状跟 呃,这个排列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理解它说是透过一种对比而来 好,透过一个物件跟其他物件之间产生的对比而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同样除了对比之外 我们透过,呃,重复的出现 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 好,很多个正方形 或是重复出现不同的形态 好,重复的出现不同的大小 好,或是重复的出现不同的这个深浅明暗 我们也可以获得某种概念 比如说这个是形状的概念 这个是大小的概念 好,或者是这个颜色的概念 好,所以我们看到有所谓 所以我获得的概念是什么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怎么样获得这个概念的途径 好,有两个过程 好,那这里给你看 这里我们看到的范例是一个是透过对比 一个是透过重复 好,那右边这里它又有做一些其他的小的尝试 比如说,透过这个相对的未知关系 好,现在也可以看到某些可能性 透过它的排列的方式也有可能 好,透过物件的层级 好,或者是透过这个 来把物件做一个分群 好,等等 就是产生各种概念的方式 可以有,可以是不一样的 好,那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排列物件 或是构成这些物件呢 来得到某些概念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概念 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比如色彩,颜色大小 这些是属于好像某种物质的属性一样的 好,那此外 透过排列物件 我们也可以获得某种 比较是感受上的概念 比如说,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 这是一个设计练习 我们看到这个设计题目里面有 所谓紧张、次序、游戏的 然后舒适的 跟庸、游戏的 几个概念 然后,他们所可以使用的元素 通通都是正方形 所以他透过排列这些正方形 来表现说 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 他看到,比如说有三个正方形在这里 一颗正方形在悬在外面 好像会造成某种悬疑感 某种紧张感 同样,假如我把正方形 这样子很规则的排列 对他来说是一种舒适的感觉 同样的题目给另外一个设计师来做 他可能做出来的答案会是不一样的 同样这五个情感来说 他排列出来的所谓有次序性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所谓的紧张感对他来说是这个样子 所谓的舒适的 又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样貌 所以同样,这些东西都是表现概念 可是这种概念不再只是一些物件上的 物质上的属性的感觉 而是更多是一种感受的 观察者上所感受到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可以透过构成的方式来创造 那除了物质属性的 情感感受上的 海默可能是某些比较艺术性的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Catapult,这是一个设计公司 他们做的平面设计 素材都是圆 有大有小的正圆 然后透过排列这些正圆呢 他们做出来的一个系列 这有七个图 然后这七个系列分别表现出来的 构成的趣味 或者说构成的美感 或者说构成的意境 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张这样子 排列出七个不同的排列之后呢 读者就会看到某种可读性 画面的可读性 他会去看看说 为什么这个画面会产生一些感受 比如说我们来看 像这个很像是水滴滴下来的感觉 好像有一种哀伤的感觉也好 或者是某种极劲的感觉等等 那比如说像是这一种 右下角这一个 看起来好像是两个 一个大物件 或是两群物件之间 在观看它们之间的距离 一样这样的感觉 或是像左下的这一个 它好像整个白色的画面中 从一个角落里伸出了 或是 就是入境了一个什么东西的局部 一样 那这些就产生某种画面的 说它湿意也好 美感也好 或者是某种趣味都没有关系 同样 它们做 刚刚是圆形 那这里是用方形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一样可以看到 透过方形它也展示出各种不同的 美感 长方形 可能是堆叠的 稳定的 可能是倾倒的 可能是感觉有点压迫的 可能是怎样的 等等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设计师的作品 这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 它们的作品是针对人的情绪 然后想办法做具象的表现 好那比如说 对它来说 右上角这张图 它表现出来的 它想要表现的情绪是困惑 右下角是一种冷静 中间上面是悲伤等等 还有更多其他的 还有更多其他的 比如说暈眩的 爆炸的 左上角这个是咖啡因 就是有点亢奋的 好 以上是关于一个物件 它在物件跟物件之间构成 或物件去构成某些东西的时候呢 可以产生概念的这件事 好那可是物件自己在一个画面之中 它 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所谓的位置 参照等等的 它也会表现出某种概念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是 呃所谓的画面的 呃 视觉重心的这个概念 这里我们看到25个点 好那我们大概从视觉上 假如说我们今天要抓一个 所谓的你觉得这画面的重心点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欸差不多中间吧 好可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排列是这样子 然后让你去选择说这16个点当中 你切换到这个页面 好假如这样切上去 好你第一眼看到的点会是哪一个点 换句话说 人类的视觉从一个画面当中 会从哪一个点开始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好大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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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思索看看眼睛闭着 然后张开来 你第一眼看的点是哪一个点 好然后这个我相信有一些文化的因素 会影响到这个呃 呃观众在看的时候的视觉的呃 呃习惯好这个应该是会因文化而不同 呃可是一个比较古典的西方理论认为 好这是一个古典理论 当然现在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是跟文化有关 呃古典的理论认为 人类的视觉的重心不是在正中间 而是在中间偏左上一点点的位置 好所以假如说各位同学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个画作 也是古典的画作的话 呃假如说这个画作在描述一个故事 那么它会期望呃读者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会从这个位置开始 好那开始展开看它的构图是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展开这幅画的这个理解的过程 好因为有所谓的这样子视觉的重心的问题 所以在一个画面当中 呃人们会讨论说什么样子的一种排列 好什么样的一种构图 呃会是呃好的 或是说至少说是和谐的 好或是说有趣味的 好那这个是一个呃 那这个是一个呃 John Carson 他这个是一个摄影理论 他在探讨说我怎么样去拍摄一个对象的时候 当对象进到我的镜头里面的时候 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安排他到我的画面上 好比如他提出三角形的 这边的构图 十字的构图 放射型的构图 等等 好下面还有好 L型的灯 好等等这样子 好呃 哦还有更多对 比如说呃像是不对称的 呃 乔乔板 那这个不对称他也说 呃有一个支点 好那靠近支点这边可以比较大 然后远离支点那样可以比较小 好像一个杠杆一样 厘矩乘以 呃厘乘以厘矩 必须两边平衡 或者是一个像水平一样左右平衡 或者是一个圆 或者是一个S 好等等 那这里他举了几个例子 怎么样 呃像这个平衡感的构图 呃 O型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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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这些 呃 他就把这个实质交叉点放在左上角 这是很古典的理论 就是这是视觉的重心 或者Y型 O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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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构图的理论 它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切割一个画面 它基本上提出五个基本的可能性 就是第一个分成两半 再来是重切横切切成四分 或者是斜切或者是横切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刀斜切 这五种为基础之下又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变形 比如说我左右切两半或上下切两半的时候 我可以大小不同 或者是斜切的时候 我可以切的那个焦点不同 或者是我切的那一刀 可以不一定要是直线 可以是曲线 那这个是绘画里面 这个作者呢 他提出来绘画的范例 怎么样用这种构图来构成 我画面的平衡感 你可以看到他在探讨的是画面的平衡感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是天空跟地 或者这是湖 那这有一招好像船一样东西 然后可是交错出来是一个X型的构图 那不管怎么样去切 他这个理论最后想要达到的呢 还是一个画面的协调的感受 那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 他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就是 可能可以有这五种构图的方式 好那 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些例子 这些都是一些摄影作品 那我们要做的呢 不是要同学说去 按照这一些构图的理论 然后来做你这个单元的作品 而是我们会希望同学去探索 你认为 你当一个作品 你要表达出它的主题的时候呢 我希望各位同学 有意识的去安排你的构图这件事 或者是你去构成 然后 在构成当中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理论 你也可以就是很纯粹的探索 透过不同探索的结果 来看说怎么样的结果会是最好的 你未必要会最后会有个理论的基础 你未必要会最后会有个理论的基础 但是这个单元里面会需要大家有意识的 刻意的去经营所谓构成或者是构图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 所谓单点透视的一个摄影作品 整个画面消失在远方的某一个点 你会看到作者很用心的安排在远方的消失点上远方 这里似乎还有一个远远的对象让你可以聚焦 或者说这个是一个没有透视的一个作品 那它是透过放射性的排列 来展现出一个绽放也好 或者是一个一种花的气势 满天的夜空怎么样跟束直线跟点之间 它是怎么样构成的 它是底下的阴影 上面的这一圈的光环等等 这都是一种构成的结果 这个是长时间的曝光 来拍摄出来的星空 你可以看到在树的这一边跟房子这边 把这个星空的圆切掉了一角 然后让这个画面产生某种 几何上的或者是这个构成上的一种趣味 而不只是单调的拍这个圆而已 这个拍摄飞机云 到底这个画面的重中央 你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所指的方向 也是我们传统绘画里面认为 画面的正中心是左上角的这一件事 或者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雕塑作品 就是石头跟木板 搭成了一个平衡 它怎么样去拍摄这个作品 远方也有一个水平线 这是海平面 然后表现出一个洞 比如说海是会洞的 可是现在这个石头是静的 可是这个镜的东西又是在保持维系在某一种平衡 很微妙的平衡之上 这样子的一种悬疑的感觉 或者是这是一个建筑物的建筑体的拍摄 它虽然你现在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 可能它是一个楼梯或什么 可是画面透过这个切割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块 跟一个比较小的区块 两个区块之间有某种类似性 比如说都有这个垂直的线条 那也有某些相异的部分 比如说颜色 一个是这个比较灰的 一个是比较有色度的 然后一个是比较暗的 一个是比较亮的 那透过这样子颜色的区别 然后大小的区别来达到画面的某种平衡感 这是拍摄的镜子 它不会说 我今天一大块破碎镜子 我要怎么来构图 来拍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拍摄了 这个每一片碎片之间的纹理 当然每一片镜子里面还有对远方夕阳的这个折射 可是重点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种纹理之间的 相对关系 它所排列出来的一个结构的感觉 网状的也好 或是有书 有密 这样子的一种 节奏感 好 这也是一个摄影作品 这应该是北欧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远方好像一片白 然后白中似乎隐约可以 理解它是一个山 然后山的这一种 很大片的色块 没有什么样的细节 可是镜景呢 就是一小小的房子 露出在这个画面之中 那有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颜色 很多的色块 很多的几何的东西 好像这个人的痕迹 跟自然的痕迹之间 或者是说这个有人的温度 然后也有大自然的这种 另外一种寒冷 之间做一种对比 这也是一个摄影作品 很有趣的是 它也是一个一点透视的摄影作品 然后这个同时透过透视 我们看到房子的立体感 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房子的边界上 看到这些线条 好像在画面当中 切割出一个平面的 平行线的 这种平面的 这种构成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摄影师 他们会为了摸一个景 然后在这边 去等待拍摄到这一个影像的机会 这一个视觉正中央 然后左右对称的两个建筑 包括在舞台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种形态的设计 当然这种设计它是透过舞蹈的姿态表现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一个舞者它的裙摆延伸成一个圆 然后这个圆上面的这一些纹理呢 用一种螺旋的方式向上 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集中之后呢 这个人的姿态又是往上延伸 好像是一个力量的凝聚 然后往上探索或者是往上期待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种情感 或者是透过这个姿态 好像有点力量性的 然后又透过不同的舞者 然后同样的姿势不断的重复 然后重复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同有异 好像某种动态的感觉一直被延续下来 然后同时在这个时间轴上的各个动作呢 在一个画面当中可以表现出很多个不同的时间点的形态的结果 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 跟大家谈谈就是 我们刚刚看的都不是每一个单独物件的形态自身 而是说这个作品本身它在构成它的样貌的时候 这个构成这件事情 也是造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我们这一个第二个作业 第二个练习是这样子 第二个作业是构成练习 好在构成练习里面呢 每个同学你都会有六个 六组这个元素 我们把它称为六个package ABCDEF六个 那这里一个中文版的给同学参考 那这六组元素呢 是你们要去做出来六个小作品 那这六个小作品组合成一个大作品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六组当中呢 每一组的内容物都是不一样的 好然后你必须在一个十乘十的方块里面 去组织 去安排每一个package里面的这些元素 所以你到时候会有六个十乘十的方块 然后每个方块里面都有各自它自己的元素 不同的元素 然后我会期望同学去做各式各样的尝试 然后去排排看这些元素的可能性 好举例来说 我来用个画笔画给同学看 举例来说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有十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跟一个正方形 那不妨各位同学就开始在你的直上 画一个十乘十的或是一个方块 当做你的作画范围 然后就开始安排这十一条线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当你从一个空白的地方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 我到底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样 那你可能会开始采取某些策略来安排它们 比如说我可能有十条线都排在这个画面的上面 然后都平行的 然后有一条线在下面 这样就好像有一种书跟梨的感觉 或者是平等的 虽然这边线比较多这边线比较少 可是因为这里的区域比较大 这里的区域比较小 所以产生出比如说天跟地的感觉也有可能 那这时候这个正方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尝试 比如说它可能是站在天地之间的某个东西 或者是什么样 那可能你画完之后你会想要再画第二个 这样的感觉产生了 所以我把我的方形排在这个方向性当中 然后把它涂黑 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 在空间感里面存在的一个正方形等等 所以我会期望各位同学在这个作业当中 就像我现在这样画了这样 就画很多不同的sketch 去试试看到底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来构成一个画面 然后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些趣味等等 好 那我们做这个尝试是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说最后我们会期望我有六个 六个小作品 然后这六个小作品可以构成一个大的主题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 可以各位同学自己去定 比如说像你在探索当中发现 平衡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好 那我就六个题目都来探讨平衡感 或者是说我六个题目当中我发现 好像可以制造某种 比如说刻意的不平衡 好 那我就六个都把它做成刻意的不平衡 或者是六个当中都是一个有规律性的 然后规律性当中有一点不规律 或怎么样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看各位同学的主题是什么 好 就是总之这六个作品它会变成是一个系列 好 然后这个作品呢 你可以用任何材质来进行 好 那但是我们希望你在下个礼拜的讨论时间来讨论的时候 然后你是在纸上面去做各式各样的草图 好 你画很多的草图 来跟我们来讨论说也许我的主题是什么 好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些元素来拼凑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一样我会其他同学下个礼拜讨论的时候 可以拿30张的草图 好 那你不要一张一张纸上面就只画一个方块 你应该是一张纸上面有很多个方块 然后一直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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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累积出来的所有的作品 大概可能差不多30张的量 然后我们来贴到白板上可以全部一次来看到说 到底你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排出什么样子的一些有趣味的主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以前学长姐的作品 好 那这个作品 当然他们作业的规定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们规定的每个六个package当中的内容物是跟你们有点不一样的 欸 跑掉了 不好意思 我要拉的是这个 好 我的头像 比如这个同学他在他在创作的主题呢 叫做 左下角 你会看到他这里都有一个三角形 他一开始的初衷是他画的这个东西 他觉得这个构图他是 他觉得最理想的 好 那他希望这个东西 有没有可能说 尽管我的元素改变了 可是我都还是可以做出同样的构图 所以这个三角形变成是他 这个 这个三角形变成是他构图的重点 你看到他在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这样的三角形的概念在当中 没有任何道理 他就是要做这样子的构成的尝试 包括方形也是 隐约排成这个样子 这个也很明显 好 总之这就是他的这个主题 好 或者这个同学他的作品 叫宇宙 然后 我已经忘记每个作品他当初解释的样子是什么 可是他的概念是说 这六个东西代表的是宇宙里的六种 现象 或六种物质等等 然后他的一个特色呢 是 他六个作品是用六种不同的纸来完成的 那我也非常欢迎同学做这样的尝试 就是 你用不同的材质来做一个作品也没有关系 可是 重点是 最后你要呈现出来的那个大主题是什么 好 那这个也是你们以前同学的作品 好 这个也是 好 这个作品他的主题是建筑物 好 所以他 呃 很 很 刚好的发现 就是这些 元素呢 可以用来 做成 呃 某些建筑物的 特征 好 比如说 这个是乌瓦的特征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乌瓦 这个 这个 窗花 好 或砖块等等 好 当然 像右上角这一个 就有一点 牵墙 好 他这个是 门的这个 呃 呃 墙啊 墙上面跟梁之间的一个 三角形的这个 呃 横架的一个 一个概念 好 啊 可是 呃 刚好这一里他也找不太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元素 好 可是 但是他尽可能 还是把这个作品这个系列的主题把它完成 好 这一个同学他做的主题叫做自然灾害 好 那 你可以看到他做的尝试也更大胆 就是他除了 呃 线之外 他这个线也是很多种材质去构成的 好 那有 你看到有些材质上 比如这个 黑黑的东西其实是用火烧出来的 或是用不同的笔触去刷出来 好 像这样的材质感 好 那他这个主题呢 是自然灾害 好 那 呃 比如说 这个 左下角应该是沙尘暴 好 这可能火山 这个不知道是 右边这两个 其中一个是 飓风 好 那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 好 那这个是 世界末日 好 然后这一个是 呃 这张应该放反的 好 应该反过来 然后是这个 海啸 好 这个同学作品 呃 也很厉害 它是 全部都是用针线缝出来的 好 它就要把黑布 把黑布把它 呃 这个 像刺绣一样把它绷起来 好 绷在圆框上 然后缝完之后呢 再重新把这个布 很平整的 黏贴到 木板上 绷到木板上 这样 那它因为它是用线 所以基本上它的材质 限制了它可以表现的 方式 可是 呃 所以它追求 基本上就是一个画面的 协调感 好 跟 呃 趣味 好 然后 它的主题呢 就是说我如果说 用线来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 呃 我所可以做到的 那种线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主题下 大家可能会做出来的作品的样貌 然后这里是一些你们学长姐作品给大家参考 好 那下个礼拜二我们希望看到的呢 是各位同学在纸上面 好 像我们上一次一样 你做的各式各样草图的尝试 好 然后希望你尽可能的多 你就拿纸开始 拿纸出来之后就开始画 不断的画 好 那因为这个 我们只是在做一种探索 好 所以你也不用说一定说 每个都要画得多么的仔细 可是重点是你的概念 我想要看到的是 你怎么要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好 然后你画完之后 也许我们下礼拜就会看看说 诶 你的主题是什么 好 那你可能会告诉我说 诶 我觉得这个主题底下有拿六种 你觉得可能是不错的 好 然后我们就挑选那六种 然后在之后 你才会把这些概念 把它制作成你最后完成的作品 好 那在完成过程中 你可能是用画的 或者是你要跟这位学姐一样 用缝的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其他的方式 都没有关系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单元的介绍 好 那谢谢大家